民進黨人氣王來了 副總統參選人蕭美琴 三天內二度南下台 正為自家立委參選人補選 這次蕭美琴宣布參選後 全國第一場車隊掃街 每一個選區都很重要 我現在是候選人的身份 這個交通其實都要花一些時間 能夠來到台中 各區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我也用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一起相互的打氣 狹帶高人機 天內連桿四場 跑台中第二第三第五第六選區 陪同四位立委參選人車嫂 而外界關注的國籍問題 蕭美琴也親上火線 一次說清楚講明白 我們國家的國籍法跟戶籍法 有不同的身份跟規定 那可能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有國籍沒戶籍 在台灣的入境也好 或者是工作 其實在待遇上有很大的不同 那但是我擔任喬選立委的當天 就任當天就取得了我們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所以這些問題也在我進入立法院之後 全部獲得解決 而被問到投回副手人選的吳欣營 蕭美琴這麼說 對他印象也不壞 這個受過很好的教育 那對國際事務很熱衷 但是可以看得到他 可能對政治來講 他是相對比較陌生一點 畢竟從政時間比較短 那未來的日子他也會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但是我是千錘百煉 已經身經百戰走過來了 從立委到駐美大使 蕭美琴在著身經百戰的完整列列 不甩對手拋出了國籍爭議 全力補選 利聘贏得2024 今次有完全電視新 再次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